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价格却差距大 所以才被割爱 台湾麦当劳说 是因为整体评估不如预期 才取消该品项 否认和双成牛肉吉士堡接近而停卖 究竟两报价钱差多少 让我们来分析分析 双成牛肉吉士堡单点要59元 如果加上经典套餐配餐 就变成99元 反观麦克双牛宝单点价49元 且在麦当劳1加1同版价方案中 搭配饮料只要50元 所以许多麦克双牛宝的爱好者 都会点用同版方案 不过网友说 从今年起部分店链的文宣 麦克双牛宝就没出现 但价格点用变成隐藏性菜单 万万没想到 麦克双牛宝就这样一辈子隐藏下去 再也见不到了 Album 我最喜欢的双牛宝 我以今天是最后一次 吃到双牛宝的机会了吗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